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文奥特曼进来了 赛文老师说 今天我们继续讲 如何预防新型观众病毒 突然 赛文老师看到艾迪没有戴口罩 于是就问艾迪 艾迪 你怎么没戴口罩 你的口罩哪儿去了 艾迪说 赛文老师 今天早上走得太忙 忘记戴了 赛文老师叹了一声 说道 同学们 消艾迪这样的错误 你们可千万不要犯 虽然现在新闻里 说疫情有了很大好转 但是我们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任何有再次感染病毒的危险行为 我们都不能做 奥特曼们点了点头 说 好的赛文老师 赛文继续补充道 所以同学们 我们一定要时刻将口罩戴上 防止被感染 同时 我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 勤洗手 知道了 赛文老师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继续 记得订阅我们哦 今天我的运气太好了 这些奥特曼居然在睡觉 今天看我不好好收拾他们 看我变成他们的兄弟的模样 乌拉拉乌拉拉变 哈哈 是不是很像呀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能告诉奥特曼 我是怪兽变的哟 奥特曼奥特曼 起床了起床了 今天上集吩咐你们 去把那些小动物全都给杀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上集怎么可能吩咐这种任务呢 是真的 我刚刚接到任务 难道我的话你们都不信了吗 赶快去把那些小动物给杀掉吧 哎 我怎么觉得今天怪怪的呀 说话都怪怪的 而且声音也不像呀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不行 这一定有问题 不行 我来测一测它 咱们呀 昨天抓到一群怪兽 要不咱们今天把它处理了吧 什么 你们抓到怪兽 有多少个呀 赶紧把他们放了吧 什么怪兽放了 好啊 原来你就是怪兽变的呀 你觉得你能跑过我们的法眼吗 看我不揍你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点赞几下 我就打这怪兽几下 点多少 我就打多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 疫情 这天 艾迪正在自己的房间看书 突然 她将书本放下 无奈的说 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门啊 我好想去学校 这时 艾斯进来了 听见了艾迪的抱怨 艾斯走近艾迪说 你在干嘛 爸爸 我好想去学校 好想念我的同学 我想和杰克 哥罗布 罗布奥特曼一起玩耍 我想听塞文老师讲课 爸爸 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课 听见艾迪说要好好学习 艾斯心里很高兴 艾迪 爸爸知道你想去学校学习 和同学们一起玩耍 但是 艾迪 我们现在有更加重要的事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只有等塞文老师通知了 我们才能去学校 不然我们就可能会生病 然后要打针 吃药 艾迪一听到要打针 吃药 就变得害怕起来 赶紧说 我不出门 不去学校了 对 这才是乖孩子 艾迪 只要把作业做完了 你就可以玩会儿游戏机 或者看会儿电视 艾迪一听到可以玩 就引钱一亮 真的吗 爸爸 当然 说完 艾迪就跑去书说前 砖砖心心的看书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继续 记得订阅我们哦 布鲁奥特曼 你怎么能和怪兽一起玩呢 他可是我们的敌人呢 你才是我们的敌人 你是坏人 你快走开 小心我打你 快给我走开 我还要和我的兄弟出去玩呢 对 你快给我走开 我还要和布鲁奥特曼出去玩呢 臭怪兽 你太可恶了吧 你说 你怎么把我兄弟变成这个样子了 哼 我的兄弟要是变不回来 信不信话 你吃不了兜着揍 我才不会告诉你 需要小朋友们点满20个赞 你的兄弟就可以变回来 哎呀 不小心缩漏嘴了 小朋友们 你们不可以连赞 小心我收拾你们 臭怪兽 你敢 你敢欺负小朋友们 看我受不收拾你 小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兄弟呀 快让他变回来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 可恶的怪兽 这天 艾迪奥特曼来到小镇 正在进行巡逻 这时 怪兽贝门斯坦突然出现 开始到处喷火 想烧掉小镇 不仅如此 并对周围的建筑进行破坏 艾迪奥特曼开始对贝门斯坦 进行阻击 双手聚集能量 发出奥特光波 贝门斯坦侧身躲过了攻击 紧接着转身就逃 艾迪奥特曼追了上去 想好好地教训这个坏家伙 贝门斯坦跑了好一阵 才停下脚步 他转过身 对着艾迪奥特曼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艾迪奥特曼 你中了我的吊虎临山之计 其实 我就是引开你 我想此时 加古拉和帝国新人 已经占领小镇了 贝门斯坦以为艾迪听见会大吃一惊 赶紧跑回小镇 谁知艾迪不慌不忙地说 贝门斯坦 你错了 小镇不知我一个人在巡逻 还有艾斯和泰罗 艾迪刚说完 就看见帝国新人和加古拉 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后面还跟着艾斯和泰罗 贝门斯坦退去刚才的嚣张 紧跟着就和帝国新人 加古拉一起逃跑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继续 记得订阅我们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 讲卫生 因为疫情 小杰德已经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了 小杰德来到客厅 开始不断地打喷嚏 他担心自己是得了新型冠状病毒 于是他告诉了贝利亚 爸爸 我最近一直在打喷嚏 我担心 我是不是感染病毒了 贝利亚安抚小杰德的 小杰德 你别担心 我去找艾斯医生 让他来给你做检测 小杰德点了点头 回房间去了 他立刻倒头大睡 过了一会儿 艾斯医生来了 来到小杰德的房间 看见地上乱七八糟的 贝利亚说 杰德你快起来 艾斯医生来了 小杰德坐起了身 艾斯医生开始为小杰德做检查 他给小杰德量量体温 又检查全身说道 杰德 你得的是流行性感冒 小杰德还是很担心 可是医生 我都没有出过门 怎么会感冒 艾斯医生看了看小杰德的房间 说道 你看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的 而且还这么多垃圾 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这就会导致感冒 小杰德明白了 我知道了艾斯医生 我马上就打扫 不一会儿 小杰德就把房间打扫干净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继续 记得订阅我们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秘鸣的邀请 今天一早 艾斯就收到了秘鸣邀请 上面写着 我真诚的邀请艾斯奥特曼 来森林来参加我生日宴会 艾斯想了想 自言自语到会是谁呢 最近好像没认过生日吧 难道是我忘了 算了 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于是艾斯去赴约了 来到森林 艾斯一个人都没看到 突然帝国新人 奥尔范出现了 哈哈 艾斯真蠢 这样都能被骗 看我们今天 不好好教训你 帝国新人说着 喷出了大火 艾斯赶紧闪躲 并发出奥特光线 艾斯杀手 也跟着出击 眼看着艾斯就快撑不住了 带文竟然出现 他聚集能量 发出极速射线 中间就将帝国新人 和艾斯杀手击退 怪兽们若慌而逃 艾斯好奇地问 赛文老师 你怎么来了 赛文说 我看见了邀请函 怕你出事 就跟着出来了 原来如此 赛文说 艾斯 我不是说过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邀请吗 你怎么就忘了 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艾斯委屈地说 老师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继续 记得订阅我们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 乔治不叫作业的理由 今天在教室里 班长对乔治说 乔治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可以 你刚才已经问了一个问题了 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 可以 可是这个刚刚是你问的第二个问题了 班长很无语 那我可以问你四个问题吗 可以 可是你已经问了四个问题了 班长一问道 嗯 不是才第三个问题的吗 什么时候问的第四个 就是现在 班长被气哭了 好了好了 班长不开玩笑了 有什么问题你说吧 我就想问你 什么时候叫作业啊 全班同学都叫了 就你没叫 哦 我跟你说吧 如果一样东西 我愿意给你的 我给多少我都不心疼 可如果 你硬管我要 我就会感到很反感 宁可扔掉 也不愿意给你 这 这 这就是你不交作业的理由 啊 对呀 班长再也不愿意和乔治说话了 下午 塞文老师把考好的试卷发给了同学们 小乔治一看 自己的试卷是零粉 天呐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做错了试卷上的题目 小乔治看了看满是叉叉的试卷 您说的还真对呀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哟 这里 我们下转发出了